如果加起來至少有10億 這三年 那甚至也有用騙的 騙人嗎 也有用騙人 所以這些 在最近我已經快要忍受不了 我覺得 如果啦 如果我選擇公佈的話 就是 我就獲出去了 那這件事情不講 他就帶到棺材裡面去 我那天接到調查局的傳單 調查局 以後再公布 負債的事情 已經長達三年了 三年來我 一開始當然數字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一直在尋求解套的辦法 當然解套不是說我去借或是什麼 用很多方式 比方說我們兩個 立下什麼樣的東西 準備合作準備合作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很多很多都是 此虛無由 所以他會越來越來越來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 那甚至 甚至也有用騙的 騙人嗎 也有用騙的 所以這些 我覺得 在最近 我已經快要忍受不了 我覺得 如果啦 如果我選擇 公布的話 就是 我就獲出去了 那這件事情不講 他就 帶到棺材裡面去 拿我出去 不是我出去的 是該到的 如果加起來至少有十億 十億 這三年來 這三年來 我講的十億 是接觸過的 如果有一個人承諾了 就沒這些事情 但是有沒有都承諾 有 有 有 那這些名單 這些什麼的 折個良辰幾日 我自己要看一下 自己後面的命運 到底怎麼走 因為讓人真的送回 我還沒細算 因為很難算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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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不要有那一天 希望不要有那一天 去公開這些東西 希望不要有 但是真正到我 受不了的時候 我就 我就 我就只好過出去 他告取LINE的那個內容 大概是什麼樣子 內容就是說 你 你 假設 你是女生 你們的LINE 他可以截圖 大概他截了哪些內容 然後來維持 我覺得就是 就是講 講女生 對 就是講你跟女生 可是LINE裡面的文字能代表什麼 我就不懂 他如果 如果這個拿去丟 或者是什麼爆料 沒有人會 有些 有些媒體也許就 就是那個惡劣的程度 我一定要把它公布 太惡劣 到時候再說 暗中的攻擊非常多 我包括 我那天接到調查局的傳單 才好 調查局 喔 這以後再公布 那是怎麼回事 是調查局這一塊現在很方便 不行 偵察中就不公布 到那天我該講我就講 我就不管 對 對 對 他也是名單之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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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